东南亚史上最卖座的S级恐怖片 鬼摇灵 它终于来了 有情提示 前方高能 这一代男朋友一起观看 不然被吓坏了 我可不管 故事要从一家七口说起 这家的母亲 曾是小有名气的歌手 却因为一场疾病 常年卧床不起 每天只能依靠手中的铃铛 来呼唤孩子们 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 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一家人的生活 从此陷入的窘迫 孩子们都不太愿意 照顾生病的母亲 毕竟酒病无孝子 这天小美听到铃声 上楼查看母亲 发现她既没有肚子饿 也没有小便 可母亲却突然打翻盘子 拼命摇晃手中的铃铛 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 仿佛看见了什么东西 小美顺着她的视线往上看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过了许久 母亲才平静下来 晚上 老二回到了家中 她孝顺懂事 母亲生病后 她便辍学打工 整医药费 回家后的老二尽管再累 也要给母亲梳头发 突然 身后的窗户 莫名的被弹开 她转身去关窗户 可一回头 母亲瞪大眼睛 惊恐的看着自己 男孩被吓了一跳 快速离开了房间 半夜小美被铃声惊醒 她急忙跑上去查看情况 却发现母亲站在床边 难道母亲的病好了 铃铛声再次传来 母亲正躺在床上摇铃铛 那么这个站着的人是谁 小美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原来是噩梦 但她母亲的铃铛 依然在持续的响个不停 小美鼓起勇气上楼 发现母亲又站在了窗前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急忙看了一眼床铺 幸好床上没人 母亲就这样 倒在她怀里去世了 第二天 一家人请镇上的村民 安葬了母亲 可到了晚上 家里又传来了摇铃声 母亲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有铃铛声 老二决定一探究竟 当她打开灯时 吓得老二急忙跑回房间 钻进了被窝 另一边 老三和老四半夜起来上厕所 当他们准备回房间时 看着墙壁上母亲的遗照 他们害怕的发抖 老三只能壮着胆子 拿了一块白布 把母亲的照片蒙起来 谁知白布里面 竟然出现了一个人 兄弟二人吓得大声尖叫 引来了姐姐小美 可当他们抬头看过去时 白布已经恢复的正常 第二天 校长的儿子小帅找到小美 他告诉小美 在母亲下葬的那天 他看见一个女人 跟母亲一模一样 并且第二天路过小美家时 也看到了这个女人 紧接着 瘫痪已久的奶奶 从一轮椅上站了起来 她好像看到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 等小美回到家时 奶奶已经消失不见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小美跟着声音跑去 发现奶奶死在了井里 村民都以为 是奶奶打水时 跌进了井里 这天 小美在奶奶房间里 发现了一封 没来得及寄出去的信 信中提到 奶奶年轻时的男朋友 秦兽可以救他们 于是小美和小帅 找到了秦兽 从秦兽口中得知 小美的母亲 费了很长时间 才换上孩子 后来便开始长年生病 奶奶认为 媳妇不是跟神明求的子女 而是跟恶魔求的子女 临走前 秦兽将一本书 递给小美 说里面的内容 会对小美提供帮助 还告诉小美 只要一家人爱着彼此 那恶魔就带不走任何人 晚上 老四准备上厕所 却发现门外传来了动静 当她打开门时 母亲的身影赫然出现 逃跑时 老四不小心 将衣服挂在了钉子上 可由于老四是个哑巴 任凭她怎么呼喊 也叫不醒熟睡的哥哥姐姐 这时身后的大门缓缓打开 里面伸出了一双幽黑的手 第二天 小美发现弟弟竟然睡在了铁箱里 到了晚上 小美却跟奶奶祈祷时 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转身向后看去 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刚松一口气 阿飘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小美吓得惊慌失措 躲进了白布里 姐弟四人只能急忙跑到了校长家 为了帮助小美 小帅再次吵着之前那个老头 老头将一封重要的信息交给了小帅 并嘱咐小帅 一定要交到小美手上 就在她往回赶时 前面突然冲出了一个人 为了躲避 小帅不幸撞上迎面驶来的大卡车 当小帅被送回家时 早已经血肉模糊 就在村民抬起小帅时 一封信掉了出来 小美看到后 连忙捡了起来 但因为太过悲伤 还没来得及看 晚上小美被大风挂行 在关窗户的时候 隐约间看到了小帅的身影 接着小美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拽住 动弹不得 好在弟弟们及时出现 救下了小美 几兄妹吓得魂不守舍 正要离开时 在外地打工的父亲赶了回来 然而男人的归来 未能阻止恐怖事件继续发酵 小儿子去上厕所时 门突然被关闭 当父亲撞开门时 老四已经掉进了井里 父亲爱自心气 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还来得及 老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眼看就要被带走时 老三鼓起勇气把弟弟抱了回来 父亲冲到外面大喊着 自己不会放弃每一个孩子 于是黑衣人撒了一把东西 便消失了 第二天 小美在屋外发现了很多红色的珠子 显然这些珠子是那群人留下的 小美这才想起来小舍带回来的信 信声说 成为恶魔的子民后会获得子女 当子民死后 生下的孩子会逐一从小到大被带走 成为恶魔的后裔 而外面的黑衣团体不会进入屋子 他们主要是来留记号给恶魔的使者 所以恶魔的使者会先带走老四 花音刚落 老四就被使者带走 无数个使者也陆续来到了屋子里 男人带着孩子到处躲避 越来越多的使者围了上来 这时 奶奶的轮椅慢慢挪下了门口 众人也从镜子中看到 是奶奶在帮忙堵门 他们趁着这个机会跑了出去 逃离了这里 一年后 他们在城里安顿了下来 邻居的姐姐甚至还好心给他们送吃的 然而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邻居的家中 却摆放着一大罐红色珠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班 咱们下期见